大家好,我是Infinity Hong Kong市場鋪的Eddie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Infinity G37眼鏡開篷跑車 不如我們先看看外形吧 首先這部G37眼鏡開篷 配備了一個HID頭燈 跑車化的包圍和19吋的Anky Tiling 當然這部G37開篷跑車最重要的賣點就是它的硬頂開篷 這個三幅式電動開入硬頂開入時間只需要25秒 另外它的設計特點就是保留了轎跑車的線條 車尾設計得比較短 可以保留轎跑車的靈活動態表現 這部G37開篷跑車配備了一副37cc V6自然吸氣引停 最大馬力320匹,最大扭力360匹 而這副引停也曾經獲獲十大最佳引停大獎 再配合一副7前速加減自動補優波箱 這個配搭無論是性能表現和可靠性都是不用置意的 另外這部G37也採用了Infinity前中至底盤科技 也就是將引停放在前軸較後較低的位置 因而得到一個更低的重心 以及更加的車重前後比例分佈 好 現在看看這部車的內容 這部車是用了黑色的增皮座椅 再配搭一個顏色的特別少少的電動磨砂處理 這兩個配搭乘在一起是挺特別的 而這部車的設備也是很豐富的 這部G37配備了Bose Open Air Sound System 有13個喇叭 而這部音響也是Bose特別為這部車設計的 因為這部車是開篷跑車 它開篷和關門的時候 它的音響設計亦有所不同 它特別在於它這個頭枕也會有13個喇叭 包括在頭枕這兩邊 會有一個喇叭 等你在駕駛的時候 有一個喇叭在耳邊 就做到一個和關門一樣的音響在耳邊 出的效果 另外我們也陪避了一個9.3GB Music Box 這個 Music Box 其實是一個硬碟 就可以把很多CD傳進去 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要拿一隻CD放進去 例如你可以問朋友 每隻CD都可以把它放進去 Music Box 也很方便 另外我們的車也有冷暖座椅 前座無論你開了房間或夏天都會有一個最舒適的駕駛感覺 至於行車方面 我們有一個叫ICC的系統 ICC叫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其實是一個智能巡航系統 其實它可以根據前車的速度 而我們自己的車都會比較調整 例如我們100公里巡航的時候 當對方減到80公里的時候 我們的車也會減到80公里 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如果對方加速到100公里 我們也會加速到100公里 最後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這部G37硬頂開房跑車 是有原廠六年保養的 請大家繼續留意 來Infinity Hong Kong最新消息 1.3.0 1.4.3 1.5.3 1.3